欢迎观众朋友介绍来关心小新新闻 中处在是够够好团营的日子 但是对着李兄北京在台湾打拼的华集团来说 算是没法跟处理人团营 在地沉津超越60年的湾东旗海公司 特别选择今天基板原港联维救赛 公司的原港无分本国集也才是华楼都作对参加 并特别邀请到五方科技大学华集团 基海印度专班36位的学生来参加 大家无分国家依旧会友 用重温活力的方式提早环渡中出席 来自泰国菲律宾甚至是印度的救援 分别造队在哪救党上头比救机 所以大家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国家 却可以透过运动和上连路感情 不过这不是什么赞入的国际比赛 这是我们东西海 特别为自己的观港 缩基板的任意救赛 最主要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尽量的就是让员工有一个 比较好的休闲活动 我们除了这个活动以外 我们每年种树 公益活动都有办 还有亲族活动 家庭日等等 但是办这个最重要就是在平常 我们要养成团队的精神 比赛行务分成哪救比赛 三对三斗牛比赛 和猪蜜新的渡比赛比赛 起因200位的观港参加 我们都基海 竟特别邀请到 向科技大学外接学生 基海印度全班的学生来参加 竞赛的规定 祝福有个精彩 印度学生他们本身就是英语系国家 所以将来对我们国际化的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印度的人口非常多 所以在要应对未来少竹化的问题 印度的员工会变成重要的来源 第三个印度人他们头脑非常好 头脑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将来印度的学生 他将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人才来源 特别是来建议合众的印度学生参加 温东基海集团关注海外行刑市场 这些组络世界各地的精英 借助来提升温东基海集团国际的行业 这一次的完工举例运动比赛 除了欢迎印度集的学生未来 可以加入温东基海集团这个大家庭计划 也希望透过交流活动 提供苏心和公司的完工 共同进行跨国运动和文化的交流体验 最新新闻中游民王学生 刚一期彩虹报道